究竟是什么人可以这么狠心 竟然把狗狗的双脚绑住 无情地丢弃在垃圾堆里 即使不爱 也千万别伤害 有些人不想养宠物后 反而也不让他们活 真是难以理解这种做法 救援小哥接到好心人的电话后 立刻骑上小摩托去解救狗狗 可目的地实在太偏僻了 小哥找不到 只能跟人打听 看得出来小哥非常着急 不想耽误救援狗狗的时间 接着骑着摩托车飞速赶到现场 找到了那位打电话求助的好心人 好心人带着小哥走到一旁的桥边 桥下的场景把小哥看呆了 桥下密密麻麻堆满了垃圾 远远的就可以闻到一股恶臭味 不敢想象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被绑住手脚的狗狗还能不能活着 由于前面已经被垃圾覆盖 无路可走 小哥焦急地在桥边跑着 寻找可以下去的口 在桥尾处找到了可以下去的口 小哥提着救援箱 在斜坡上快速奔跑着 越过了一条小河沟 终于来到了垃圾堆所在处 也顾不上垃圾有多脏 气味有多臭 静止就冲进了垃圾堆里寻找起来 让我们给善良勇敢的小哥点个赞吧 此时小哥只想尽快找到狗狗 希望狗狗还没有出事 终于小哥在垃圾堆里 看到了那个小小而又绝望无助的身影 狗狗的四肢被绑住 脖子上被钢筋牢牢锁住 狗狗还在不停地挣扎 这完全是想着小狗于死地 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这么狠心 舍得伤害如此可爱的小狗 小哥温柔地把狗狗抱到身边 尝试拆掉锁着狗狗脖子的钢筋 无奈实在太结实了 根本扯不下来 于是只能先解开 缠住狗狗四肢的胶带 狗狗全程都没有乱动 乖得让人心疼 他应该感受到了小哥的善意 知道这是在解救自己 小哥尝试让狗狗站起来 看看能不能正常走路 因为长时间被绑住手脚 血液不循环 很容易导致瘫痪 还好狗狗在挣扎几次后 还是勉勉强强站了起来 只是看起来实在太虚弱了 小哥将狗狗放进箱子里 要把狗狗带回家里 找工具取下锁在他脖子上的高筋 回到家后 小哥第一时间就要解开钢筋 仔细观察后 小哥被惊到了 因为狗狗的脖子上 还被缠上了胶带 之前没仔细看 还没发现 这属实也太狠了吧 很难相信狗狗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此时你想对做出这种事的人 说点什么 可以写在评论区里 狗狗似乎很难受的样子 小哥一边安慰 一边加快手中的动作 随着脖子上的胶带解开 狗狗状态似乎好了一点 接下来就是拆开狗狗身上的钢筋了 小哥徒手试了试 钢筋纹丝不动 接着小哥又尝试使用老虎钳 可依然起不到什么效果 接着又找来了一把钉锯 可钉锯的声音 把狗狗吓了个机灵 怕狗狗因为害怕乱动而误伤 最终小哥找来了一把钳子 将钢筋一点一点的剪断 经过长达二十分钟的努力 小哥终于把钢筋从狗狗的身上取了下来 狗狗终于摆脱了噩梦 接下来善良的小哥给狗狗洗了个澡 然后温柔地帮他擦干身上的毛发 担心狗狗的身体状况 还特意帮狗狗量了个体温 幸运的是狗狗体温是正常的 之后又给狗狗递上眼药水 清理干净耳朵里面的污垢 狗狗全程都一动不动 乖乖地配合小哥 直到小哥拿出食物 狗狗埋着脑袋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看样子小家伙是饿坏了 在这儿感谢善良的小哥 能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把狗狗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也希望狗狗今后 可以找到真心对他好的主人 让我们给善良的小哥 和坚强的狗狗点个赞吧 接下来这只狗狗也是同样的可怜 仅仅因为小奶狗的叫声 吵醒了主人 主人就狠心地用绳子 把狗狗的四肢捆绑起来 直接丢弃在垃圾堆的旁边 幸好还为工人 及时联系了救助站的小哥 小狗狗全身满是跳蚤和壁虫 这也是他总是叫喊的原因 壁虫已经喝得饱饱的 看起来就很痛苦 他的主人不但没有给他及时处理 反而嫌弃他太吵 直接捆绑住狗狗的四肢 狠心抛弃 小哥给他检查了身体 发现他身上有很多寄生虫 小哥先给他喂了一些水 然后把他抱在怀里带回住所 小哥耐心地给小狗处理身上的壁虫 这么小的狗狗就浑身找满了寄生虫 又遇到了一个狠心的主人 很难想象他是有多么的痛苦 小狗狗虽然很痒 但是他也知道小哥是在帮助他 也很配合 处理完之后 还给他涂抹上治疗寄生虫的药物 并为他准备了牛奶 狗狗终于放松警惕 开心地吃了起来 为了不让狗狗孤单 满心的小哥还为他买来了一只小兔子 小哥对狗狗说 以后他就是你的弟弟 并嘱咐他要照顾好小兔子 无论小兔子去哪里 他都会跟着 生怕小兔子乱跑 出现什么意外 就连睡觉也是紧紧地挨在一起 看到狗狗和小兔子互相陪伴的温馨一幕 我们的心里也温暖无比 动物是我们的朋友 如果不爱 也请不要伤害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温暖还在延续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哦 我们会给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温暖小故事 我们明天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